2017年創立的迪化207博物館 以推廣老房子再利用 及台湾长民生活文化为宗旨 是博物馆法后第一个私人博物馆 因创办人陈国词即将退休 将于8月底结束经营 陈国词表示 虽然心中充满不舍 但老房子活化将会继续接力下去 我向来对于各地的老房子 我都是很喜欢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从一个兴趣开始 那对台湾的老房子呢 我觉得我的那份特别的感情 是因为我从很小就离开我的家乡 就是香港 那香港是对这个古迹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大家没有那么的注意 所以每一次我回香港 我就会发现 我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又少了一块 又少了一块 那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事情是要有人去注意 去照顾它的 那所以我一直很希望的就是有机会参与这个工作 那么在就是2002年 我就正式结束我的律师的工作 因为我要全新的投入这个工作 那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开始 从一个兴趣到一份感情到一个工作 那这20年来就是在这个方面不只是经营几个房子 我们是把这些房子都定位为代言人 希望他可以鼓励大家注意这些房子 爱护这些房子 以及让这些房子可以有新的生命 其实我在台湾非常的羡慕很多的朋友 他们随便都会说 我老家在新竹 我老家在苗栗 那我就在想 我在台湾都住了46年 我都没有老家 所以我就会问朋友们说 那你们那些老家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说也没有什么 因为家族的关系 我们用的不可能卖 也没有人要去住 所以就丢在那边 我就觉得好可惜 因为这些的老房子 其实也真的就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我们去每一个国家去游览 各位会发现我们去参观的 其实都是房子比较多 它就是串联那个地方的历史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从台北故事馆到府台阶阳楼到这里 我们就把它定位为一个好像一个发射站那样子 就是从这里来传递这个古迹再利用的这个观念 那么这些年来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 台湾的朋友 尤其年轻人 非常的喜欢这些老房子 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 我们的参观的人员 我们会做这个问卷调查 从台北故事馆开始到现在 到这些老房子来参观的人 平均的年龄是25到35 所以老房子不是只吸引老人的 那这个就让我们很受到鼓励 因为我们要给他机会去亲近这些老房子 他才会看到他的美 创办人他这20年来他所做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是超乎一般我们讲的所谓的台湾文化 我觉得他已经超乎了 他是升到一个高度 一个高度 去看作为一个这个自由人 作为一个有这个尊严的人 他在一个地方生活 那他们所创造出来的 特别是居住文化 从洗食制到窗框到铁窗 那今天我们讲的他用这个字 Holmes 我也看到他这个书的那个样板 它是全台湾 东南西北通通网罗 而且那些房子确实非常感人 怎么感人呢 有那种茅草屋 那个现在我们都不敢住 随时一个地震可能就垮下来 铺这么厚的茅草 它茅草屋 那也有这个闽南市的房子 三合院 四合院 还有日本人盖的房子 甚至还有所谓的洋楼 就是那种这个卖茶自负的人 那个江阿新 我想大家有看那个茶巾 就那个房子 他们都把他网络进来 即将画下修指幅的 迪化207博物馆 官方特别推出 老宅曾经特展与专书 向台湾老房子致敬 展览筹备两年时间 透过田野调查 及咨询多位专家教授 以摄影及文字 呈现台湾家宅之美 唤起更多民众 珍惜台湾的老房子 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手上的名字 但有将近100多间的老房子 那从这100多间的老房子 我们第一个会先去拜访 打电话去探查 然后再找一些当地的文化局 收集一些资料 但真的不是每一间老房子 它的状况都适合进行一个书籍的撰写 或者是展览的呈现 所以我们在田调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就是已经腿情荒废的老房子 那我们就是觉得会非常非常的一个可惜 那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无时间的老宅 那这些老宅呢 目前的状况呢 在整个立面上面呢 都还算是OK的 那可以跟社会大众分享的 展览的话是以照片上面的呈现 然后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 那其实我们还有同名的书籍的一个发表 那这个书籍里面的照片跟文字量会再多一些 那我们希望说今天这本书呢 不是一个尖色难懂的一个教科书 是一个民众看完这本书会觉得说 哇这间老宅好美 我会想去看的一个书籍 也因此我们在编排上面花了一个小心思跟小技巧 我们把地址放在前面 它的这个名字放在后面 会希望说大家是真的想要去探访这些老房子 那转而就是可以保留跟喜爱老房子 让老房子留下来 我觉得其实就是后代的保留的这个精神 真的非常难能的可贵 因为真的是看了太多老房子 那这些长辈们 因为真的在保留老房子 大部分都是一些长辈跟长者 那他们对于房子的一个用心的爱护上面 就觉得非常的一个难得 甚至他们要解决一些家族上面的纷争等等之类 让这个房子可以好好的留下来 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活力的一个加入 他们其实像美容的黑胶香蕉三合院 他们这个房子是一个墨字形的三合院 左边是作为民宿的一个使用 右边是他们家的长辈还居住在里面 所以可以看得出年轻人所注入的一个活力 那当然有一些是公部门的老房子 他原本家族的人已经离开了 那房子变成公部门的 那他就会活化成为新的一个艺文展览空间这样子 我们在归类的时候 我们最后是用地区来安排 需要是用旅人的一个角度 用一个邮寄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让大家看 那整个房子的洋楼的建筑的样式 跟民宿建筑的一个数量呢 真的是最多的 那日式建筑其实反而少 那我们在探究背后的原因 发现很多的日式建筑 他们都属于官方的宿舍 那宿舍跟家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宿舍它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存在者 有不同的人进来 所以我们后来只要是宿舍类型的老房子 日治时期的老房子呢 我们就把它冰除在外 走过五个年头 迪化207博物馆 举办21档展览 五场巡徽展 开馆至今超过40多万人次参观 除了是老中青三代喜爱的文化空间 也是老房子活化的极家典范 其实头两个房子都是这个市政府的古迹 那那两栋古迹呢 就是市政府一直有一个 委外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那么第一栋的台北故事馆呢 其实跟我也有一种特别的 感情上的一个渊源 因为我是在香港 英国殖民是时代长大的 我在英国受教育的 那所以这种英式的房子 我就是有一种的亲切感 还有因为我一直都是 比较住在北台北这一方 那每一天我上下班 都会经过那个小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在2002年 就是市政府做了一次的修复 就想做一个委外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非常地乐意地接受这个任务 那跳到2007 我前面的两栋都是政府的古迹 以一个受托人的身份去经营赞助 可是我一直感觉到 我很希望台湾多一些这种社区的博物馆 就是让这些老房子在他自己的地区 讲他自己的故事 讲台北的故事 讲台湾的故事 这个就是一个现成的舞台 那很多台湾的所谓的古迹 就像我前面两栋台北公司馆 普台阶阳楼都是孤零零的 它没有邻居 它没有社区 所以它永远都只是一个景点 那我就以这个社区博物馆这个理念 第二呢 我到了第三栋 我就很希望可以多鼓励一般的民间 把他自己的房子拿出来 跟社会大众分享 所以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寻找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我向来就觉得我们迪化街 是最有历史的一个老街 因为它的我称为原居民 大概百分之六十都还在 我们隔壁郭老板 他三代都在同一个房子 所以这里不是一个一般 像观光区的那种的老街 那我就希望就在这么一个老社区 可以有一座的地方的一个社区型 一个博物馆 然后第二点 我也同时经营一个所谓的私人的博物馆 那么所以刚刚这个 有人有提到说我们是台北市的第一栋 被登记为私立博物馆的博物馆 那我觉得这个五年来的体验 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社区的成员 所以我们跟邻居们的互动 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感觉到好像这个 这栋房子也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分子 很温暖 但我们跟邻居们就合作办展览 反正我们却已知桌子了 展品 我们就会想说 没关系 我们的邻居们一定有人会有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种的 很温暖的一种的生活 一个生活团体的一种的感觉 那我就希望其实台湾以后 在这些老的地区 多一些这一类的一个公共的空间 文化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分享 老宅曾经台湾百年名宅之美特展 即日起展出至8月31号 7月3号及7月24号 还将分别由李前朗教授 与陈国词创办人 进行两场推广奖座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感受台湾老房子的温度与美感 记者联席会 台北报道 旅行林 If you want to stay in the hall 最新品行动